大家好,歡迎收看Billy Bar Talk 信了主一段時間的你 不知道會不會發覺 你現在的讀經生活 仍然感到困惑 除了悶不明白之外 很多時候你找不到 一個連貫性 不能夠connect the dot 譬如 究竟這段聖經和那段聖經 在時間性上 在排序上 哪一卷書 書和書之間 有多少 這些全部都不太清晰 第二 假如嘗試有一個讀經生活 或者已經有一個穩定的讀經生活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 如果讀完一張經文,假如突然間立刻來問你 那段經文在說什麼 糟了,等我先想想 等我去找找 然後你才勉強能夠說到 說到少少東西出來 如果你有這樣的情況 是非常之正常 譬如我們 讀大學的時候 做case study 很多時候你做case study 就不會先看一條case 你才看了他的requirement 他叫你寫memo 那條問題是些什麼 要求是些什麼 先看了 然後才回到case 你看case的第一次 已經能夠嘗試找那些答案出來 不用看完問題 才開始思考 這樣就慢了很多 尤其是exam 通常是 只有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當然要爭取時間 讀經如果你想省時間 這樣想好像很壞 但事實就是我們不會花過份多時間 讀經 很悲哀的 你想抓住重點 你拿著一本 實實在在 不是說手機不實在 書本式的聖經 通常每一段都會有個heading 你去到advance的level 你就要學習 不理會那個heading 所以手機版就好一點 但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heading 某程度上可以 給到個framework 有個idea 究竟 未來的一段 說什麼 這樣會幫助到你 能夠組織得到 至少 到最後 原來 應該就是這件事 你的記憶力會強一點 簡單來說 你似乎好像 讀了個超級雞精的summary 再讀個 detail 然後 你如果想再reemphasize 再看多次的heading 這樣 你就變相讀了三次 實際上你只是花了一次的時間 希望這件事 就幫到你 第二件事 很多時候聖經傳統上 以前 書是很珍貴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本是手 可能是一個地方 他有一個會堂 裡面放了很珍貴的聖經 甚至乎有一些 是好像博物館的 一些展品 是要travel around 來分享 這樣的情況 當然也有抄寫 以至到每個地方都會有多少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部分的信眾 一來又未必是識字 每個星期會聽那個人來讀 基於這個setting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一讀 就不會只是讀 一段仔 這樣 可能會比較長篇大論 花一整天早上的時間 幾個小時 不停地讀 讀 這亦影響到 那些寫者 他的 intention 是讓你花幾個小時 時間 來一著讀 可能讀完整卷書 半卷書 然後再請 耶穌時代 你看到耶穌都上過台 講過幾段經文 那些人呆了 看著他 第一個原因 他讀得太短 第二個原因 是他說 這段經文指著我 說 不是 所以 不要理耶穌 在大部分的setting 那些人習慣了 聽幾個小時 所以 有另一個 method 你讀長一點 讀長一點就能夠找到重點 讀得太短的時候 你永遠只會找到片段 另外如果你頂不住讀得那麼長 你就回去當時 有個說書先生 你用audio version 來聽 這樣 你就聽多幾張 這樣的時候 你可能會容易 得到重點 當然更加理想的就是 你一著聽一著看 你手機有個功能 上次我們 傳契的時候 導師Simon也有說 這個 U version U version 這樣 會有一個audio版 你崇拜的時候 小心點 你記住 關機 不然 我聽過 有人不停讀出來 你停不住 你很醜 那些人不會覺得你熟靈 那些人會覺得 搞錯 崇拜的手機 喜有此理 那些 你就很醜 所以記住 小心點 平時的確是一個 挺好的版本 讓你回復古人的面貌 然後 這個引伸到 如果你已經讀了 一兩次 或者兩三次 聖經的時候 或者個別地 有些經文 是讀得很耳熟能長的時候 究竟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 進深一點 你就可以嘗試 每卷書 你上來 去讀的時候 或者你正在讀的時候 你嘗試告訴你 我要大概 得到 那卷書 究竟 重點 嘗試 說什麼 訊息 當然 你要去促成的話 你即時 看啟導本 看那個 就立即告訴你 自己讀出來 跟你看啟導本 是兩樣很不同的東西 正如你去 你看youtube 看到那些 因為你讀完之後 很多時候 你都未必記得 所以 怎樣能夠讀得好一點 剛才說到 Heading的方法 當然會幫助到一點 譬如四福音 頭三卷福音 是很類似的 如果你試到 有一點挑戰 因為會 重重覆覆 會有一點悶 但你如果連續 看馬太馬可路加 的時候 你某程度上會開始 發覺到 他們有一點 Style 上面的分別 講多一點 Juicy 一點的東西 鼓勵你 令到你可以繼續 你讀四福音的時候 耶穌很多時候 說的話 或者他的行事 為人 是當時很多人 是不明白的 你不明白的時候 你可能 下意識 本能反應 就會覺得 那些人真是壞人 不懂耶穌 他都是舊主我 我不懂 我接受了他 為舊主我 永遠跟從他 但你不要用這種心態 嘗試去走入 當時的眾人當中 你慢慢去細心思想 為何那些人 會不明白 你未必需要 那麼快去 跳去啟導本 找解釋 原因是 當你每次都要嘗試 去看啟導本 就等於你 看一本 俄語的書籍 你一定要不停 查字典的時候 他會避免你 你一版裏 有幾十個生字 你查完幾下的生字 你已經去脫了 如果你一版裏 只有十多個生字 你不停 只會移動 你讀完前後文 You will get it Kind of get it 就已經足夠 不需要100% 你會繼續 撕到 因為時間很重要 在會堂 當時不會有一個 小朋友 主日學 每個人 大人 小朋友 都在聽同一篇導 每個人的程度 有少少不同 但都在聽同一篇導 還要說幾個小時 有個死男生在吵 哭 麻煩你死開 那情況出現 那時候 他明白了多少 就明白了多少 他不會停止 但沒有技術 就說 麻煩你不停止 這件事很重要 當你讀到 羅馬書 即是 書信方面 你嘗試 除了抓重點 有幾件事 可能可以 很興奮 就是你 看那個作者 本身 他跟那個 教會之間的關係 對那個教會那種 無論是 責備 問候 讚揚 都好 在一個言語之間流露出來的那種情感 你嘗試去慢慢用一個 可能沒有那麼熟靈 文學的角度來 去抓真一點 這樣其實 都會令到你 更多 去去高安 如果你讀得太短短 你是抓不到那個味道 然後去到這個啟示錄 啟示錄 上次就跟大家說過 你用一種好奇心 你五天馬行空 隨便亂解 都沒什麼所謂的 你亂想 總之 就是 keep up the momentum 讀完它 第二 當你讀到 上下 讀到第3第4次 重分 回來 啟示錄 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啟示錄 其實是 比一班 備受 迫霸的 信仰群體 的一卷書卷 情況有點像 在西亞 即是中東的地方 回教的一些國家 又或者現在 中國面對一個 嚴峻的教會 的挑戰 無論是天主教 幾個教都好 像是猶太教 那些又招得太遠了 這樣的時候 你嘗試用一個 被迫霸者的角度 約翰寫信 去安慰 這一班 這班人 這班的大英姊妹 這幾個教會 啟示會給你什麼安慰 你撇除所有預言的說法 你未必需要去看好奇心 究竟這種電影感的感覺 會給你什麼提醒 你用這種心態來看 看一兩次的時候 你開始感受到 遲些我再跟大家分享 有什麼 再提醒一點的方法 去到新約 去到舊約 遲遲地 你在看舊約的故事的時候 同樣好像 新約 看四福音 你去問一問 為什麼 以色列人 會這麼明環不靈 究竟是他們 衰格一點 還是我 我勉強地 去代入 以色列人 其實我們幾乎都是這麼衰格的 我們平時都是 對神 不理不睬 不要嘗試這樣問 深入一點 如果你真是深入不起來的時候 嘗試去聽一聽 一些廣道的 大態 有幾個挺好的 例如 創世紀 究竟你要研究 那些是真正的真實歷史發生的 一些創世故事 一些始祖的故事 還是裏面有一些 比喻 教導 神話的故事 你聽你 詩勤博士的創世紀 都應該有多少少幫助 當你讀到 撒母義記 列王記 你會看到 去到皇國時代 那些以色列人仍然都是這樣偏離的 你聽回李詩勤有三餅帶 是說到加南宗教 和上帝之間的分別 和 共同性 很類似的 加南宗教和上帝 有類似的性質 以至於 以色列人當時會有個混淆 以至於他們會選擇去霸力 為甚麼呢 你可以聽李詩勤博士的系列 帶 亦都會對你 在這些背景上 有多少的趣味和 有很多禮儀性的制製 同一時間 有些人與人之間 在所謂Nation 那些關係的時候 李詩勤博士的 利美記的 廣道 亦都有幫助 這些全部在大國人圖書館教會 都有得借 令到你 有那個 understanding 你就會容易 入口 當然有些 例如 說會幕點建造的 很難 就算你看完 說會幕點建造的 你看到這些工程 不是做裝修 這樣會很痛苦 我亦都在說 就算是 第幾次 即是 仍然是 Intermediate level 你都可以 Read through 已經 很OK 然後 你就去到 一些先知書 那些 你 看李詩勤博士的 以塞亞書 都會有可能 有些難度 以塞亞書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長篇一點的港島 一個是叫做 以塞亞書 導讀的 導讀的 好像有三港 兩港 三港 你可以試試聽 那一個先知書的 starting point 都相信有少少幫助 這個 就是我少少 Intermediate level 的一些 advise 第一 你 嘗試看 heading 然後再看 那段經文 再看回heading 讀快一點 然後嘗試去每一次看聖經 每一卷書的時候 嘗試 list out幾個重點 這本書 當然你可以 start with 啟導本 但你不要被他限制了 然後你看完 聖經 問你自己 究竟這本書大概說了些什麼 然後你可能 可以用一些講道帶來幫助 strongly recommend 尤其是舊約 然後你可以問一些 抵死少少 深入少少 聖經人物少少 感情少少的 思考 從一個文學的角度 以至到 你會覺得juicy keep you going 希望幫助到大家 下次再說多一點 如果你再想go deeper 可以怎樣 出發 繼續 勞工 讓你 聯絡 感谢观看